翻起嫩綠色的枝葉 圓滾滾的俏皮果實露出來 嫌嫩綠色不規則排列 從中減去多餘果實 一株又一株的減飾 每一層只能留下三顆番茄苗 才能屈無存菁確保品質 如果有可以選擇的時候 以圓潤 然後果形圓的 然後比較胖胖的 這對我在包裝裝箱的時候 比較有利 除了果形要圓潤 外皮也最好沒有損傷破洞 把營養留給最好的果實 不追求產量更重視品質 但想照顧好溫室裡的大番茄 可沒想像中那麼簡單 拉起塑膠繩索 將番茄植株往上排 沿著生長方向和結枝纏上繩子 除了要讓番茄能夠均勻 受到光照外 還得透過繩子的拉力 支撐果實長大後的向下重量 沒幾天就得巡視一次 替它們重新固定 因為我們是採直立式的管理 對 那在直立式管理 所以我們要去控制就是 應該是說我們讓陽光 可以充足地照 就是照到整個植株 對 那從東邊到西邊 那因為我們如果直立的話 它整個葉子的 光合作用狀態會比較好 挺著七個月大的運度 仍每天在溫室中穿梭走動 不到30歲就開始接受農務 李明珠是二代中 相當少見自願回家 接受種田工作的女性農親 大學念的是數位媒體專業 畢業後卻跑到澳洲打工旅遊 異國生活的美好與自由 深深影響了他的想法 也成為他回國後 決定回鄉務農的重要關鍵 當時比較大的想望是說 因為我們有一個休息的時間 然後我覺得那段時間 我們可以真正的就是 想過生活這樣 對 那我就覺得 我就是努力的工作 然後努力的玩這樣 以前在澳洲他有所謂的 無薪假跟有薪假 他會放假 然後放假完 我們回來事實上 回來這邊 我們也可以休三個月 原因是因為我們這邊是東部 然後有所謂的颱風紀 不止李明珠就連當時的男朋友 也就是現在的老公 也被他拖著一同回鄉從農 但父母卻不太同意 希望兩個人能夠出去找工作 一方面是擔心務農的辛苦 一方面更擔心兩人的收入 可是李明珠不為所動 除了社會還能放寒暑假 這條件對他們來說太誘人了 但別以為他對務農沒想法 李明珠認為二代就是要改變 憑了命和父母爭取一間溫室 以無獨友善種植 有美大番茄 雪白粉末紛紛飄落在泥土上 李明珠的老公正在替大番茄們增加營養 看似單純的一個動作 可是夫妻倆與長輩們無數次的溝通磨合後 才有的成果 李明珠承認想從農的想法很浪漫 但卻得面對現實的殘酷 農業其實就是很浪漫 它就是看起來很浪漫 但實際上現實是滿殘酷的 就是現實是 是要面臨到很多問題 對 包括可能作物天氣氣候 沒有辦法這麼如預期 對 所以你的採收的狀況 可能沒有那麼好 嫩紅中透點微微粉綠 渾圓飽滿的大番茄新鮮現彩 從最底層慢慢熟成 魚老公攜手採了滿滿一欄番茄 李明珠隨性的洗地而坐 戴著手套溫柔的撫摸番茄表面 在一個個輕輕柔柔的分型裝箱 她善用大學所學的行銷專長 自創品牌提升自家產品價值 李明珠一手栽培的日本優美大番茄 不同於一般的牛番茄 表面光亮而薄 甜度也較高 一切開火肉細緻又飽滿 適合直接當水果食用 如果沾上一點點白糖 甜度更能大大升級 粉嫩番茄優如紅寶石散發洪亮光澤 就像李明珠在男性居多的務農界中 做到閃亮而耀眼 同時更實現了她為美好生活 種田的小小夢想